今天我们来欢迎的是创新创业协会中区委员会 红振元区会长 欢迎 还有我们中区各线是2023、2024年的创新创业 董事长以及他们的团队 谢谢 欢迎 今天我们来欢迎的是南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金归 团队讲成欢迎 今天我们来欢迎的是 张华贤公益频道基金卫黄金套董事长 欢迎 欢迎 欢迎董事长 今天我们来欢迎的是新华经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事也收集 第十却 欧东纳合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坤率领股东干部代表 纪威震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人 张正月率领员工干部代表的 我们前辈鲜花 清香 宝竹 红圆 发火 三升九 这间工厂就是结合 产东纳结合 我们的智慧物流 然后要打造一个户外跟室内的一些户外历史展览一些文物 还有教育 那在整个园区除了智慧仓储物流之外 也是规划成为绿建筑要申请美国立的这样的一个绿建筑认证 那在户外的部分还会设提一些攀岩 攀树 还有探索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让年轻学子们 让年轻学子们 让企业的一个教育训练都可以在这一边 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跟交流 这建筑是开放式的 它有一边是智慧仓储 仓储系统当然就没有开放 然后在户外生活体验馆 在欧杜纳户外山野永气馆这一边就是完全的开放 让民众来了解 台湾的登山史 台湾的户外史 跟一些户外山野 跟大自然的一些亲近体验活动 我们预计在明年的第四季 明年年底前应该会整个完成 那整个基地用了1800多平 建筑面积2000多平 那大概预计投资4.5亿台地 来打造这样的欧杜纳一个梦想基地 欧杜纳西州五流中心绿建筑 兴建工程开工动土 第一传开工顺利 开工顺利 好太棒了 OK来准备好了 第二传要再更大声一点 第二传动土平安 动土平安 太棒了 好第三传吹吹大声 来准备好 来第三传圆满吉祥 圆满吉祥 掌声鼓励 我们补一下画面 左边的镜头来 比个赞 左边的镜头比个赞 来 董事长左边 左边的镜头先看 左边 好来 再来 右边 右边 我相信所有贵宾今天到场来祝福 不但让我们整个开工动土典礼 可以更加的捧毙升位 也相信有了大家一起齐聚一堂的祝福 我这个